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难扛住密集的炮火打击 孙连仲部就在一次次阵地被毁 后撤 重建 被毁中敌死奋战 1938年春 日军冰封直指徐州 孙连仲协助第五战区李宗仁在台儿庄阻击日控 3月24日 他亲赴前线指挥银敌 命令各部严守阵地 面对日军飞机 坦克 重炮配合下的猛攻 孙连仲与部下死战不退 战斗持续了整整15天 守军死伤十之七八 最后退到南门一语 向李宗仁报告 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 连仲一以一死报国家 他悬右击和所有还能战斗的人员 与午夜袭击敌人 孙连仲道 士兵打完了 你自己填上去 你填过了 我就来填进去 有谁赶过合者 杀无赦 4月6日 中国军队完成合围 全线出击 将日军两个主力师团打得仓皇北去 史称台儿庄大劫 可以说 孙连仲是在义中功勋卓著 但他没有闲暇躺在功劳部上享受 反而率军赴第六战区抗日 1943年11月 他又参与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会战 收复湖南失地 可以说 孙连仲将军是抗战史上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 保家卫国的爱国将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